我試著跟博士能介紹很細節我們在做的東西 反而是想要從我們的教徒去想想 因為在這個開放政府運動 跟所謂大家的黑客公益 時間的互動越來越密切 但如果大家在想那個學姐到底在做什麼 他的角色在這個過程中應該可以是什麼 特別說我們念語言學的可能大家甚至更不熟悉 所以今天有些想要跑轉領域 求教各位的意見跟幫忙 好 希望夠清楚 我是協助凱 在海大園做人教 阿舅就是提演 是我們這次很久的朋友 我也是他論文的寇師老師 他現在是已經回發過去 他之前做了在我們最近做了不適合的訪問 OK 今天我就是幾個想法 就是要談談所謂的語言學 跟那個開放政府的關係可以是什麼 第二個呢 到台南說那個所謂的開放語料 因為今天開始在做了很大的關心字典 特別是猛典的成功 造成了一個很大的效應 那我想要去進一步去提一提 這樣一個字典再往前進化 是什麼可能 或者是除了字典之外 語言的資料 是不是也應該公開 那什麼叫語言資料 好 那我會提一提我們在做的東西 那最後就是一些建議 OK 那個語言學 很棒 那個語言學 我給一個一分鐘的背景知識 看大家都沒有聽過 因為我們都在做語言教學 其實不是 語言學是這樣 我們要回答的其實是 語言怎麼被學習到 語言怎麼發展 語言它的結構是什麼 它的功能力是什麼 那我們在語言處理跟理解的時候 它的神經跟心理機制有是什麼 那它在社會發展的變異 不同的性別 不同的年紀 不同的宇宙 它們的語言變異有什麼 那這個語言長久來看 它的演化過程有什麼 看其實是一個很大學門的一個學問 那我自己在做的 是叫做 Combutational Linguistic 就是叫計算語言學 或者如果是志工背景人 比較喜歡談 那叫做NLP 的自然語言處理 那其實跟它這個相關 也有一個叫 大一點的方向叫Empirical 就是經驗式的作法 我們認為看在語言分析語言 要有預料 不要你坐在那個 這個椅子上想一想 就把原規的想出來這樣 好 那其實這個語言的數據 那個 我們說 我們相信它蘊涵很多東西 包括說這個文化 我們的文化歷史記憶 社會心理趨勢 或是這個 所謂的一些很紅的 這個 這個語情的傾向分析 對 那或是情緒 那個Sanima 然後是甚至那個人格的特質 它決策的行為 還有甚至在醫療領域 那種 有一些疾病的前期的語言尊兆 這些都是在語言行為裡面 可以被發現到的 好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副 很大的一個研究跟引用的潛力 那在這個過程中 語言分析 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曾經想說 這個語言分析在 Begasign 現在大概很流行 在這個過程 發展過程中 可能會慢慢大家會注意到 文本的分析 就是語言行為 語言能夠採到的分析 會是第二把道理 除了統計之外 當然還有程式 可能是一個基本的那個 好 那這邊我就大概提到這邊 就是說這個語言自然語言處理 既然語言學 我本分析常常會是關鍵 這邊也會是大量資料下 處理的一個禮器 我就不再談這個詞 大家可以在網路上可以看到 好 我再談談什麼是語料 可能大家不清楚什麼叫 Linguistic Data 或者可能大家有聽過 Corpus 雲耀庫 但是什麼叫Linguistic Data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表達出來 我們為了溝通 我們講話就是 叫表情大義 我想跟你講什麼 我隱含著我的情緒 表情的情緒在這裡可能是 就是我想要把我覺得 這些字對的那個情 那個情義 附著在我要講那個意思裡面 然後語言就這樣表達出來 所以我們來講說 語言表情大義 還有那個意義的部分 也有那個情緒 或者思維部分 跟那個情緒部分 那實現出來的資料很多 所以大家像我現在講話就是 它就是語音信誓 對不對 現在要是有人做過 我要覺得有去做一些共筆 或者是轉路 它就變成文本心事 那如果我們待會有一個互動 它就變成一個言談心事 所以語言無所不在 我們就像今天 其實我在想說 我很想把這次會議的過程 既然公開 我們把它做成一個語言庫 我們就可以來分析 這一次的年會 大家關心的主題 大家的語言行為是什麼 大家在想什麼 大家在反對什麼 等等 這個就是語料的概念 好 好 那在比較科學研究的迈落 就是所謂計算語言的迈落 這個語料的形式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些背景 那個規則的背景 你怎麼把它整理起來 由很多的角度去做 這些比較 怎麼講 比較學術上的討論 就是說 像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字典 就是Dictionary 那 其實我們在看Dictionary 這個字典對我們也 是好用的資源 但是好用的部分 會比較是在教學上 就語言學系上 你當要把它應用到實際的 就是實際的那個應用 或者操作的時候 它有些訊息可能 必須再被整理 或者被再添加 或者是從 有一個另外一個 叫獨角瓷庫的想法 就是Lancicone Lancicone Dictionary不一樣在說 我們就想一下 我們那麼多的字詞 但是在我們的 mind 或者腦 或者哪裡 唱的那個東西 絕對不會是 像我們現在字典的形式 對不對 我們查找字典 絕對不是用alphabetic 或是你按照筆劃 去access那個資料 就像我現在突然講一個什麼 你不太熟悉的 你去access腦中的那個字典的時候 那你就想像那個字典的樣子 大概是什麼 我們比較不傾向去相信 它會是現在的Dictionary的那個格式 所以就有一些詞庫的感覺 再去模擬那個字詞 在我們腦中到底長什麼樣子 這個也是一種語言的再整理 這語料的再整理 那語料鋪 待會也可以跟大家看看 可能大家覺得比較有一點意思 語料鋪其實 它也不是單純字料鋪 有這麼一個簡單的感覺 所以我們最近釋出一個PTT 它很熟悉的那個PTT 也有比較苦 那這個PTT 不過上這個PTT 我們也收了動態的收了就是 各個板 然後各個時間 然後也是動態在裝這個 那我修一個 比方說什麼叫語料鋪一個概念給大家 比方說 比方說 我們 這邊 這邊 這邊講說 我如果 選擇了一個要搜尋的旅詞 那我可以去那個 設定我要看的 它在哪些版出現的頻率 就是那些後者的資訊 然後它實際上怎麼被適用 然後甚至我們可以在上面再做標記 就是它到底前面後面是跟什麼名字類啊 或是什麼樣的特別的一起出現的詞彙啊 或是等等 它反 甚至我們來繼續做了很多的東西 像說它 反映了什麼樣的情緒啊等等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也改了一個 中文文端詞版本 我不知道可能大家在做 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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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甚至整理同語言去整理那個姿勢等等 我們最近再一點點談這個部分 就是語言學跟臨時生活開放科技能的關係 我覺得它那個距離沒有那麼大想那麼遠 我就是說剛剛就提到這個 data 就是對於資料那個巨量資料 一直多元的各種類型的資料 一直的 immerse在那個脈絡下 你是不要去面對那個資料的複雜度 資料複雜都不是存在於說 就是當習慣處理的表格性資料 因為我知道大家很多時間在hack的東西 都是表格性的資料 我待會可以解一個例子 就是說你搞同事的互證資料 出生 離婚 女或是等等 那你最後回到就像一個 spreadsheet-like 那樣一個結構去做資金的觀念 或是做等等的統計上的分析 或是做圖 但是資料遠比沒有複雜 知道形式比方說大家可能 如果有text mining的概念 就知道有那種 unstructured 就像text的文本 那你怎麼去分析它 好 那我這邊也想要提一個就是 我也不知道 好像就像剛才那個學界 在這個過程中我一直在想 因為我們都被綁得很慘 我們在現在高等教育的制度 讓學者想的事情 好像跟社會醫用社會服務已經越來越遠了 大家只要想 怎麼樣保住它的位置 怎麼樣發更多的paper 所以大家活得很辛苦 這過程中我是覺得 你必須要至少在學術之前 有這樣一個覺醒 就是某個意向 能夠去參與一個 把自己的學術的科學研究的工作 去跟這個社會改進 產生一個研究 所以我來說 花到一個這樣的過程 就是政府的角色 你就是開放資料 你不要阻礙大家 你就是去想辦法去開放你的資料 那所謂的共識性培訓 我跟妳講 我不是反達錯字 我不是很喜歡那個黑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要把自己抹黑 就是這個翻譯 那當然台灣早期 那個駭客好像也很嚇人 讓那個國中生有些 都越越欲視 覺得好像要做什麼很刺激的事情 但是我只是覺得那個駭客 如果我們用那個hello 那個駭客很好 我們做很多事情 第一個層次也是hello 當然這個系統 第一個很想說hello 那為什麼不覺得 這麼輕鬆一點 像這個開放小 我也是說 這個hacking的data之後 你就面臨到一個問題 那個data怎麼被explore 這個東西會越來越重要 我待會給大家提一個 大家在做的那個 立委投票指南的問題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有這個意思 那產業界當然說 我覺得是一個主要的力量 在這裡面看那個資料 怎麼被產生應用 甚至產生一些social content 好 我現在來看第二個部分 快一點 這是開放瑜伽的意義 跟我們做的一些東西 這個是阿舅 那個PA 他的交代物的那個 他要講一些話 把他做一個金錢 就是大家知道 阿舅他就是 現在是一個法國人 我們覺得他現在應該是台灣人 他就是對於台灣、南語、台北人 有興趣 那他就一直在找資料找不到 後來發現那個蒙電資料 之後他就很高興 他就是把他寫成那個 那個台語輸入的那個 就是APP 那也都上架 而且超過多 一萬次的下載 雖然他自己發展很辛苦 但是他覺得這個資料的open 是造成他能夠實現這個計畫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 第一階段的動力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是比較慢好的一個故事 像這個說 可以都可以在一個 Google Play上面去下載到 好 那回到說語言學的部分 其實我們並不是 就是學界不是沒有在想 資料要 做的資料要穿在一起 稍微產生效益 所以也是有一個所謂的 這個 遠學的data movement 就是open literacy 我們把做的資源 我剛剛講一些 Lensical Corpus 或是ontology 全部把它要在一個格式下 能夠把它串連起來 開放出去 那產生更多的可能 你就可以想像說 那個是 知識資源 是非常的 可以是非常的豐富 就像是你看 這張組 這個 這就是一張桌子 那一個桌子 這樣一個詞 你會有什麼資訊 我們懂它什麼 我們好像覺得 桌子就是桌子 但是 在語言學的講 或是做原資源觀點 你綜合起來 你就會發現說 說一定要有一個桌腳 沒有腳 我們就可能跟一個板子 那或者說 我們在外公呢 就是桌子 就是讓人家累積 OK 這個板 然後會演講 或是放東西 都可以討論用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甚至 我們講 我們講 要公用 它跟別的 概念之間的關係 等等 就是這個都是我們知道的 我們的知識 語言知識 那我們在做 就是把那個知識 把它凝視出來 視作出來 放成一個 像資料庫的東西 讓它去 那才會強大 甚至你講到 情緒也是 我們很容易 對當 對每個人對坐的 不同的情緒 你跟小時候 撞到桌子 你看到桌子 就是有一些 比較負面情緒 還有一些比較中性 等等 但這些東西 都可以在表達上 被記錄下來 那就是個知識 的那個 的那個 視作 那我們是 我們是自己做的 這樣一個 東西當然是 沒有很完整 就是 才剛開始做了 一兩個部分 就我們希望把 這個語言知識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東西 開放出來 那這個開放出來 我們要推 這邊是幾個計畫 就是說 這個一個大的 巨洋詞庫 然後 我們甚至 大家就想說 我這邊講說 放棄那個語言之論 這個意思就是說 然後那個故事 講得很長 但是因為如果大家 熟悉中文語言處理 你就知道那個 詞的問題 一直是一個問題 那甚至 假設就是想 你要分析不同的 總面的文本的時候 假設你今天要分析 國會文本 我們大家覺得 國會的那個 討論很重要 那你怎麼分析 那中文就是 都沒有一個 bound 一個空白刻 在跟你講 它是一個word 那你怎麼分析 可是你說每個單字 都是一個word 一個單元也不是 像今天 什麼叫做金 不知道 你不能說金是一個字 對 它是一個漢字 但是它不是一個word 我們叫做詞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 有一個斷子系統 告訴我 去分出這個叫今天 叫優惡 可是事情覺得 不會那麼單純 我就講一個最簡單 就像如果要分析 國會文本的時候 很多是 比方說 一個churn 一樣 可是你斷子系統 把它斷開來 所以就 懷念不會去看到 它怎麼被使用的東西 就像是 這邊有沒有一個例子 比方說公教人員 這是從業立委資料照 公教人員 如果斷子系統 它可能就會把它斷成 公教跟人員 但是公教人員 在法律的 麥克風 它就是一個churn 它被觀察 我們要觀察說 內地委多關心公教人員 但是你在前處理 把公教斷開來的時候 你就真有機會去看 它怎麼去關心公教人員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談的一個 我們要放棄原子的人 就是說 做大的時候 工務在裡面 人員在裡面 工務人員也在裡面 那這個就是 一個很大的一個刺固 伴隨它各種不同的 語言訊息 其他 我坐在這裡 不太細談它 我們也想要做一個有趣的 那個憨字的東西 就是從一個 紙的那個 知識結構跟它 最原初跟那個 引入語氣的對應 這個都比較 學術上我們會談 但是我們這些資料 我們希望 除了資料公開 我們也要把方法公開 方法公開就是 我剛好也在談說 這個 像這個我們做了一個 開放療系統 然後也可以去 去查詢一下 我覺得是 呃 算是我們的 目前在想要 推動的一個部分 就是 不是在學習 也希望大家 能夠適用跟幫忙 那當那個 裡面有那個 它有一些 那個 它標費力 那個什麼條款 什麼下方的假分 因為這是我們剛剛 弄完那個網頁 那個同學去 套個樣本 我們是要去開放 還能套的 一個不知道什麼樣的 所有網 反正這個 這個是 一個開放性的東西 但是 它開放性的 在於我們想要 它不是只有資料開放 它那個 所謂的know-how 也要開放 也包括 如果 那個方法 比方說我們怎麼看資料 我們剛剛講的 很可憐 你看它前後這麼長 什麼那一字長的樣 或是你可以抽玉成一個 做一個圖 做一個很漂亮的詞 跟紙紙巾圖圖等等 那個都是方法 那 做那樣的 就是說 那個方法可以公開 也可以被再產生 你感覺我幹嘛 要用這麼笨的方法 再看語言 那我們就歡迎 我們要創造那個品牌 每個人可以去 實說那樣的東西 那個對學界 有幫助 對於開放政府資料分析 絕對有幫助 我就先 自己先這樣 那 我們很希望 我們在做的 剛剛講的巨量事故 我們很希望說 當成蒙唸的學伴一樣 就是我們要從那初 把 把 比較多科技研究訊息 包括進來 像我們現在做的 包括情緒的部分 還有其他有兒童發展的部分 就是你這個詞是 大概是幾歲小孩開始學到的 或者是那個 什麼樣的年紀的人在使用的 這個想像中 這個我插開一套 我本來在看一套 待會再看一套的時候 考慮更多 因為 我們在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想要去量度 智慧的年紀 因為現在新詞的產生太快太多 現在這個網路年代 近十年產生那個新詞 其實就像已經 可能是原蘇貝 素食貝禦以前的時代 因為像我們在 我要什麼創新的用語 大家就跟我爸媽講一下 他們也不會流傳 沒有網路 就是在這個家裡講一講 然後明天被人講 可是現在網路不是 流傳速度量快 但是問你衍生的問題 你就想 做慈典人就面對這件事情 這個新詞就像 有事嗎 好 假設這幾個詞 有事嗎 會不會火到下一個月 或者在兩面它 會有人有興趣在講嗎 不確定 但這不確定會對 字典業者造成困擾 我要收詞 蒙這個詞也蠻不錯 但是大午相信蒙會變成一個 文明的詞 我意思是說 字典業者到底要怎麼判斷 以前都是經驗知識 或是有學問的人 可是是時代的改變 我們需要用一個新的計量方法 或是資料分析的方法 去預測 去亮度 這不只是往後預測 它會能過得多久 要往前預測說 那些詞 你要標記它的年紀 否則你讓一個字典 這樣子 讓外國人什麼都不知道 你要看蒙典王也 第一頁那個蒙 好像一個例子 叫人民 叫做蒙利還是蒙 我剛剛可以看一下 它是人民的意思 我們現在沒有人知道 可是外國人或是學習者 你沒有任何標記訊息 他可能就去學人 他就跟你說蒙利本位大 你已經不知道來講什麼 對不對 那是一個老不知道的詞 就是它有些是經典裡面的詞 有一些可能是四十年前的詞 我們現在都已不講 但是裡面那個標記訊息 告訴人家就是 什麼樣的用法設 你反而會對於學習的場面困難 這是我們的角度 所以要retructure 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設計很多的那個 就是必須重新去思考一些 接下來的問題 我們待會再也許有時間在談 那我們到目標 這個計畫目標 我們是長遠目標 今天早上講 就是說 我們早上Keyno提到 一個go 我們要不要這個go shoot team 我們的目標就是 希望人每個人都可以玩科學 這樣他想 特別是語言科學 我們也希望每個人都可以 變玩 變空間實惠 就算他沒有在想這些事情 這個就是有趣的 我們想要推動 因為講話就是這樣 你在講話 你不覺得你在貢獻什麼 語言學 結果是什麼 什麼有味道的應用 但是對我們來的貢獻 如果你把那個資料給我們 我們就知道語言的發展 就剛剛講 語言的發展 語言喜得 到底是什麼回事 只要你願意 你就能幫助 你根本不用想 我要寫寫生書 我要怎麼樣怎麼樣 才能做什麼事情 都不用 好 這是我們的理想 可不可能就是在前一旦 說 大家要理解到知識 不要把他自由化 特別是 就剛好 那個歷史也講得很好 就是我對你的 我也搞不清楚 那到底是誰的 甚至我們學界也是啊 我常常覺得我很納悶 做了很多研究計畫 很多老師認為這是他的 但是我們不是拿納稅的錢嗎 那我怎麼會有一些 什麼專利 製作產權 要那麼多複雜犯 那不是 我就是連錢來做這件事情 這個 那我再講一個例子說 我們做這樣的事情 在語言學 或是在行政做這樣的事情 到底跟開放政會有關係 可是沒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稍微去爬了一下 就是大家很容易地做了一個 那個立委跟藝人的問政指南 其中有些那個 那個法條修正草案的數字 對不對 好 好 那這個數字 那就是說 你們如果去看一看 就做什麼圖表對不對 有PiChar 有這個Bars 然後上面都會附一段話 量化數據不能代表好 還是能參考 修正草案數多不聽好 請點選概念 有一個觀看其修正草案的內容 在頭頓底 內容這兩個字 我就把它表起來 這件事就是設計表格的資料 你放表格的資料 告訴人家 就是什麼意為誰 好像就做了好多 從那個數字看 好像提案提很多 好像很了不起 但是 實際上在裡面的故事很複雜 對 你要實際看它那個文人 你才知道它關心什麼 或是它有沒有 反正很多故事可以講 那這邊也會有牽連到剛剛那個 例子在討論那個 其實你在幫助 就是做這個文本分析 你在幫助什麼事情 第一個 比方說 你幫助減少那些立委的壓力 如果你做這個 你們只做到這個 我們大家如果說 把這個圖就是這樣做出來 那立委那些 所謂的比較提案少的 它就會施壓給 放出資料的政府公部門說 你看你都亂講 你怎麼可以怎麼樣 那我們就講不完 那你勢必如果在這個部分 如果我就說 大家可以再往前 去做文本分析的時候 就像是 這個可能沒有時間再細談 就是我們去 這個文字雲 大家不是這麼了不起的東西 重點是 你怎麼從文字雲 去選出哪些主題 哪些表達是它關心的 這邊就有演算法 那演算法必須被公開 可以被重置 也可以被蓋進 你只要把它列上去說 我怎麼做到這件事情的 那就OK了 就是你如果只是單純一個 那個東西 大家會覺得 那你這樣是 我不認真 我不怎麼樣 但是你要把你怎麼做的 背後的科學道理 放上去的時候 可能壓力想都會減輕 也會鼓勵一些 比較好的國會立委的出現 我其實正在想說 其實我們在做 做多磨胎 就是這個跟做心理圓的可以結合 甚至把各 大家做的那個 國會的那個 錄影的那些資料 可以做一些測光期 那個都 都是跟原學有關 還有時間之後 在談最後的部分 我們主張就是這樣 那個 除了這個環 我們知道環文與民 我們喜歡環玉與民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 我上次這些年去跟那個 原理會的主委談過 我們是本來想要 因為大家知道 作為原住民的 其實很辛苦 他們要跑到山上去 做鐵面調查 回來記錄專學 學繁的痛苦 那也不知道 倒不是反而就是期了 就是有一個年紀 可是事實上 比較新一代的原住民青年 他們的願表辣 大家不太知道 那甚至不要說很年輕 就是個帶跟帶子 我們想說那個原民會 其實他應該可以去公開 他的原事 像族裔新聞 有各族的 我幫你們看過 各族的那個新聞 或者是 就是公共電視也是 他們可以釋出 他們那個訊息 那對我們 就是很重要的幫忙 還有其他機構等等都是 這個就很難 像這是一個我們研究 就是 只要你給我們基本詞彙 各族基本詞彙 我們就有機會去模擬 台灣南島嶼的那個家族 那跟國外一些資料 我們可以去對應 去把那個全球的那個 南島民族的那個軌跡 對一起 只要你把那個資料 他們有人釋出來 我們多方便 否則我們要算 這些事情 再四年二十年 的資料收完 剛好就退休了 然後這也是我們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們覺得 事情是要在社會發展的邁路 我們希望從資料主辦 去做赤庫 去做赤網 正道做赤雲 這個有機會再跟大家報告 最後我的結論 就是 這個 可能 這個TEDTALK 可能大家都知道 這個 我們想要去 把那個LAB 跟PEOPLE去拿進 那也是 PAS 就是大家做這個台書 他希望 他接下來我們這個規劃 希望 報告給大家 讓大家一起來操作 讓這件事情變得可能 好 那最後就是 我有把一些 我們計劃跟這個SLINE 或是那個 可以輸入的那個工業 OK 好 剛好用完時間 真的嗎 非常的inspiring 請一定要來蒙點送 我們也 一些其他的時間來做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如果有人 有比較簡短的問題 我們可以配一個問題 那不然的話 就是在PANEL的時候 再討論 好 那就不耽誤大家 吃點新的時間 那我們30分鐘之後 再回來 聽布丁的 第三場演講 謝謝 謝謝